杨宇萍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 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 成立的兵工厂 小日本趋于列强的干涉 不敢明目胀胆的支持掌势 所以帮着你筹建兵工厂 钱没有可以贷款 分期分批的还给我 但是我有附加条件 你这兵工厂里的顾问 都得用日本人的 等兵工厂建成之后 杨宇萍请示张作霖 张作霖把小眼睛眨眨眨 怎么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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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我说过嘛 小日本干点什么都得讲条件 用他的顾问干什么 不用 听我的 我宁愿多花钱 从德国 从法国 从英国雇用专家 也不用日本雇外 张作霖多了个心眼 恐怕日本人查手 兵工厂的事将来留下麻烦 就这样杨宇萍 二次碰了兵子 果然按张作霖所说 从西欧各国 请了大批的博士 教授 请了不少的专家 在兵工厂里进行指导 另外张作霖也豁出血本去了 又从中国的汉阳 上海各地 请了不少大工匠和技师 你来不 你来 要多少钱我都给 重赏之下 必有勇付我 因此 你介绍我 我再介绍他 越招人越多 东三省兵工厂 是人才济济 在当时的中国 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 是综合性的兵工厂 哪一年 能生产 轻重机枪 一千多艇 炮弹五万多发 到了后来 就这兵工厂 能制造 坦克和装甲车 当然了 那得花多少钱呢 嗯 杨宇霆 经过上下活动 成了兵工厂的督办 掌握了实权 而且让他的好朋友 亲信 韩丁冲 做了兵工厂的厂长 这矛盾就出来了 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 空军 陆军 那就得需要枪支弹药 如果杨宇霆不点头 他不欠字 你灯药玩不转 他没少给张学良下班子 照张学良这毛病啊 使少帅十分被动 这也就打下了 日后少帅枪毙扬长的基础 为什么少帅传奇诚 这一点指明这一点 张学良枪毙扬语平和常言怀 这个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后话再先不说 就说眼前的 那兵工厂从南方招了不少专家 大工匠 从外国聘了不少高级专家 不得花钱吗 外国人不在乎这个 你不花银子 不多给我钱我不来 那么中国人也不例外 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 但给少了 我也可以不来 他们做梦没想到 张作霖出手大方 不心疼花钱 你只要来了 我给你献大洋 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 在奉天的东关 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 叫东关花园 也叫兵工厂花园 哎呀 修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 二层小洋楼 格外精致 让这帮人到这安家落户 待遇优厚 张作霖看出来了 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 还得知识分子 还得有学问的人 要想富国枪兵 要想报仇血恨 没这帮耍笔杆的 玩不出来 所以老张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 要求什么条件 就答应什么条件 不多久 他的势力是一天 强似一天 与此同时 张作霖呢 还非常重视外交 突然在这一天 他得着禀报 广东护法军政府 大元帅孙中山 派出来的特使 王金卫 来到奉便 张作霖 在帅府礼堂 隆重接待 那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为了表示隆重 和尊重对方 张作霖 穿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装 全身如服 配件 马靴 手枪 白手套 英帽 金线盘化 事从无关 前护后 拥陪着 杨宇廷呢 前前后后 一个劲儿就张罗 进了礼堂之后 张作霖背着手 往四外 看了看 杨宇廷赶紧问 大帅 您看这样布置 还满意吗 嗯嗯 不错 不错 花里 虎哨的像那么回事 哎 文武大员 显要的人物和报社 都发现情贴没有 大帅放心 一切就绪 人全都到了 特别告诉报社 要用通篮标题 大号的字 全给我刊登这一消息 错不了 错不了 嗯 张作霖 围着大礼堂 转了两圈 一看杨宇廷 安排得十分得体 赶紧进休息室 前去休息 时间不大 被邀请的人是陆续来到啊 这都是东三省的头面人物 文武衙门的贤官 张作霖 张作霖 张作相 张警惠 汤二虎 张世飞 郑翠平 一个都不拉 文武衙门 王永江 袁京凯海也都来到了 紧跟着 各界代表 身上 身上 身上巨鲜 也陆续进入大厅 这屋里他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等人们也到齐了 就听外边汽车声滴滴响 杨宇廷 杨宇廷到里边报告张作霖 广东代表汪先生到了 张作霖 点点头 赶紧站起来了 哎 传我的命令 骆骨家伙敲得响点 小喇叭吹得声高点 给我敲打起来 是 走乐 郎下奏起军中得胜大乐 和英兵群 全场的人全都起立 面向大门 一部美国黑色大轿车 停在礼堂台阶下面 外面戒备森烟 有戴白手套的四丛五官 跑步过去把车门开开 再看里边走出一人 这个人啊 上中等的身材 细条条的个头 方脸 肉皮又细又嫩 浓眉 旧木 鼻指 口方 微微有点小黑胡 这是故意留下来的 为什么呢 显着绅士啊 往深上看 穿着一身进口的西装 像黑段子似的 赠名耍亮 雪白的汗衫 鲜红的领结 鼻屏的裤线 赠亮的皮鞋 这位真是风度翩翩 不卑不亢 走一些汽车 上台阶 有人陪着往大礼堂里边走 紧跟着有人就喊说了 广东代表 王先生到 王先生到 一步一穿虎 一直穿在里边 哪个王先生 王精卫 提到这个人 有不少人对他熟悉 汉奸卖国贼 但是呢 也就仅知道这几个字而已 精进汪精卫 是怎么回事 恐怕不太清楚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对这个人 似乎比较陌生 因此 咱有必要 减料的 把他的身世 做个介绍 在样板戏 沙家帮 阿庆嫂布友顿唱词 说他们 到底是姓蒋 还是姓汪 那个汪 就是说的汪警卫 汪警卫啊 原名叫汪兆明 字叫季心 那阵那人啊 有名 有字 还有号 他的字 叫季心 他是1883年生的 元济啊 是浙江山人人 但是他呢 生在广东 潘雨 要说起来 挺不简单 家里比较有钱 在1904年 就到日本去留学 曾经在日本 入东京法政大学 公读法律和政治理论 1905年 回国 参加了孙英山先生 创办的同盟会 哎 在同盟会里表现的相当出色 所以时间不长 就被任命为 同盟会 平立部的议长 这就不简单了 11月份 曾经任 民报主编 那是大主笔 1907年 跟随孙中山先生 又到南洋 创办了同盟会 分会 实质上 他就是分会的负责人 到了1910年初 他又跟 于培伦 陈碧军 潜伏 北京 干什么去 刺杀 摄政王 宰风 您还记得吗 咱们说民国英烈的时候 曾经谈过这个汪精卫 那这年轻有为啊 刺杀 摄政王 冒着生命的危险 结果 事迹不密 遭漏了消息 汪精卫被捕 好 全呐把脑袋丢了 在监狱被押的时候 汪精卫 还写下 绝密诗 两首 该的他不死 没等砍他的脑袋呢 朝代变了 满清垮台 民国成立 就这样汪精卫捡了条命 这才出狱 到了1911年12月 到复上海 任中国13省革命政府总代表 参加南北议和 到了1921年 又出任广东教育会的会长 到1924年1月 当选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成员 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黄域军校政治教官 到了1925年的7月 又被选为国民政府的主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黄域军校政治部主任 到了1926年1月 在国民党一大 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可在此期间呢 他跟蒋介石 两个人意见不合 看法也不一致 越来矛盾越尖锐 越来成见越深 汪精卫一毒气 以养病为名 上了法国 走了 可是以后呢 他又回国了 到了1938年12月 居然在重庆的偷着面溜了 您记住啊 1938年 是汪精卫的一个转折点子 开始投敌叛国 坐在日本的走狗 所以说 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一边都不过分啊 在1940年3月呢 他领头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老百姓不承认的卖国政府 积极给日本人效劳 在这个政府当中 他任代主席 还兼任行政院的院长 1944年11月10号 病死在日本明古屋 结束了他丑恶的后半生 就这汪兆明 当然了 咱们上述所说 只是走马观花 轻轻点点 介绍大概 实际上 汪兆明的一生 那也是错综复杂 有很多细节 咱没必要在这里详细说了 总之呢 你对这个人 有个概括的了解 也就算了 那么现在的汪兆明 正追随孙中山先生 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效劳 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 后来孙先生病故之前 曾经留下遗嘱 这汪兆明 这汪兆明在旁边给支笔 亲自写下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这几个字 这出自他的手笔 现在的汪兆明 跟以后的汪兆明 还不一样 孙中山先生 为什么派他来见张作霖呢 这有利用张作霖的意思 原来孙中山先生跟黄星 那革命太不容易 几经周折呀 把一枪的心血 全花的革命上了 但是 哪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孙先生 痛感手下 没有枪杆子 没有实力 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另外呢 他也吸收了教训 国民党内部腐败 人心不齐 现在又成立了广东护法军政府 出任大元帅之支 你光有这么空名头 没有枪杆子 没实力 怎么能行 面对北京政府的墙皮 吴佩孚和曹坤 吹气不好使 所以呢 孙中山先生 打算利用张作霖 他知道张作霖 实力雄厚 东北的一霸 如果双方合作 两路出击 夹攻吴佩孚 那就有取胜的把握 故此 派汪精卫来的 那么张作霖呢 对孙中山 也挺敬仰 他没事还老纳闷呢 你说这孙大炮 要人没啥人 要枪没啥枪 就晃了这么多年 温信 这么高 老百姓提起孙中山先生来 无不条大之称赞 他居然能领着头 发动辛亥革命 把满清给推倒了 就从这一点上说 就立下不适之功啊 够个美人 所以 他对孙中山先生 既敬仰 也想拉路 利用孙中山的名望 达到他的目的 这就是他 为什么如此 隆重的接待 汪精卫 闲言少许 汪精卫 一步入礼堂啊 何时张作霖 从主席 台证下来 小跑 来到汪精卫 进前 把手伸出去 哈哈哈哈 汪先生 应接来迟 是多多 担败